红烧肉是道最普通的家常菜 许多人在家总是做不好 怎么做才能肥而不腻入口计划 今天大厨来教你 首先准备一块正经的五花肉 买肉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五花肉 下面用喷枪把猪皮处理一下 用火烧下可以去吐猪皮表面残留的猪毛 才能够去除汗泉里面的新烧味 烧至微发往放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温水 用一把小刀把猪皮表面的脏东西刮干净 刮好下面开始改刀 做这个红烧肉块一定要切的大一点 因为做好之后这个肉块会变小 然后再改刀切成四方块 大家看到这个五花肉非常的漂亮 改好豆腐放在一个大碗中 下面准备配料 生姜一块切成姜片 大葱少许切成葱段 切好放进碗中 再准备白芷一小块 白芷可以去腥增加肉香味 再准备桂皮少许 切剂不可过多 最后准备芭蕉一个 喜欢吃微辣了可以来几根干辣椒 我要实在炖票之后 下面我们开始谱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切好了五花肉块 开中火煎炒 把五花肉里面的油脂炒出 这个过程大概三分钟左右 炒到肉块微一发黄 出油就可以 切剂不可炒至时间过程 否则这个肉又柴又硬 炒好了猪油倒在碗中开炒青菜用 做红烧肉要想色色红亮 糖色少不了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倒入点白糖 开中火把这个白糖炒化 一边炒一边翻中 最后炒成这个枣红色就可以 这时候一定要开大 倒入准备好的五花肉块 然后快速翻成个五六七八下 让这个糖水裹在这个肉块上面 然后倒入准备好葱姜大味 再次翻炒个十来八下 把这个大料炒出香味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冰糖老抽 这种老抽上色非常的棒 再次翻炒个十来八下 把这个老抽炒出酱香味 这时候看到这个颜色非常的有食欲 下面加入适量的黄酒 家里没有黄酒的话 可以用花雕酒或者皮酒代替 再加入适量的开水 开水要一次性架构 加入食用盐适量 胡椒粉一勺 喜欢吃甜口的开来点冰糖 烧开后盖上盖子小火炖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后把里面的葱姜大料减去不了 这个大葱煮的时间过程容易发酸 然后我们开大火收汁 一直把这个汤汁收至粘长 这时候用铲子不停的翻动 防止这个汤汁火锅 汤汁收到差不多的时候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肥油本你肉口即化了红烧肉就制作完成 虽然你还没学会 我拿着肉带着锅去人家教你 虽然大厨不能陪你一生 但每天让你的胃满满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